指揮車長16米,高4米,重21公噸,設備先進完善。 車外有兩部雷射攝影機,可以升高2.5米,360度轉動,方便拍攝事故現場。 影像可以即時在車內的顯示屏幕看到。 車頂還有兩支強力泛光燈,同樣可以升高2.5米,照射範圍達25米。 車內主要分為兩個區域,會議區足以容納10至15人,設有多個顯示屏幕,可以進行視像會議,或者播放電視新聞等。 其中一部輕觸式顯示屏幕,具先進傳輸功能。 整個機場的圖,其實全部電子化,可以隨時拿得到。 在裡面,大家談談完之後,那個影像即時可以傳到不同的單位。 另一邊是工作區,為會議區提供支援。 指揮車會定期檢查維修,確保隨時後命。 我們每個星期有定期,車子要走,包括電子產品,我們會穿上去, 去肯定它們的可靠性,還有如果有特別事,我們都會即時維修。 最重要是希望這輛車真的能夠,當事故不幸發生了之後,能夠發揮這作用。 這是我們最希望見到的東西,幫得到整個救援的行動。